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超能力电影《少年透明人》 男主金毛是个只有13岁的学生 他一直都暗恋同班的女同学蓝妹 还经常用手机偷拍他 但他偷拍的时候被班上的傻大哥发现了 借此把他嘲笑了一顿 还抢走了他身上的零花钱 万圣节很快就到了 但是金毛身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只有10欧元 于是只好到中国人开的商店里买了一件山霄的衣服 去参加了蓝妹家的party 在party上傻大哥把金毛头发金发妹的事情向大家说了出来 被羞辱了一顿的金毛在洗漱间 对着镜子感叹道要是能隐身就好了 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的能够隐身了 高兴坏了的金毛马上就利用这颗超能力去捉弄了 一直欺负他的傻大哥 还溜进女澡堂偷看女生洗澡 结果由于在中途失去了隐身能力 被大家传为笑柄 十分失落的金毛使用隐身能力 一个人坐在秋千上长驱感叹 但是却遇见了蓝妹 还跟她谈得十分开心 觉得有希望追到蓝妹的金毛 在晚上又去了她家 却发现蓝妹被一个黑衣人带走了 不知道怎么救出蓝妹的金毛 去了海滩散心 一个男员告诉她 自己是她的亲生父亲 而她的亲生母亲早就已经去世了 她们一家人都是超能力者 但有一个组织一直在寻找她们这样的人 想把她们抓起来做实验 而抓走蓝妹的就是她们 回到家后 金毛发现抓走蓝妹的黑衣人 就是自己养母的男友 意识到危险的她马上跑了出去 之后又在一栋楼的楼顶 发现了蓝妹给她发的信号 于是她马上赶到了那里 利用自己突然爆发的超能力 打败了所有人 救出了蓝妹 事情结束后 金毛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但她的父亲怕金毛是超能力者这件事 被别人知道后会有危险 于是利用自己的能力 将所有知情人的记忆全部清除了 金毛又变回了那个总是被欺负的人 这是一部讲述超能力的电影 但与一般类似的电影不同的是 她的主角是一位只有13岁的学生 在影片开头时 出现的是冷色调的海平线 和气质阴郁的少年 让观众认为 这部影片应该充满美美到来的格调 但导演在下一秒 就打破了营造出来的高冷格调 开始向大家展示一个 处在青春期的男孩会做的事 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成功的黑色幽默 让观众在发愣之后 又会不由自主的露出会心一笑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